你寫什麼搶我的票 對啊 對啊 好了啦 好了啦 好了 等一下這樣破 林昌佐 陳昀哲兩人 你拉我 我拉你 陳柏惟隨身勾破 主觀畫面完整記錄 衝突瞬間 如此激動 因為林昌佐的褲襪 差一點就被襲擊 為了搶走林昌佐 監獄人士選票 只見陳昀哲直接把手 伸進林昌佐褲子口袋 林昌佐表情驚恐 一手抓著褲子 一手趕快把陳昀哲撥開 但陳昀哲不放棄 趁林昌佐不注意 陳昀哲再次把手 塞進林昌佐口袋 就算中間還有陳柏惟擋著 陳昀哲照樣不放棄 手能伸多長就伸多長 結果自己還差點摔倒 同黨立委李德維 趕忙上前阻止 但陳昀哲還不罷休 這一次乾脆用雙手 把林昌佐褲子緊緊抓著 連續三波偷襲 林昌佐忍無可忍 惡狠狠瞪著陳昀哲 郭國文 李德維 賴平原趕緊拉開兩人 這場鬧劇才劃下句點 只見林昌佐衣服都被扯開 滿是狼狽 口袋裡的選票 也被陳昀哲揉得皺巴巴 看起來就快破掉了 而這過程 陳柏惟可視全程目睹 陳昀哲是伸到他的口袋裡 然後一直挖一直挖 你們可以自己做這個動作 就知道那個動作有多噁心 代表就趕忙人 把手指揮在台北中 政府機面的口袋裡 這正常人都沒辦法照顧啦 就算是旁觀者同樣驚魂未定 但這場藍綠大亂鬥 還有這些漏網鏡頭 國民黨列委吳思懷 接過呂玉琳的水球 想砸主席台 結果動力一丟 這球不但沒民眾目標 還差點砸到自己超級球 民進黨列委16號強勢清場 陳昀哲失守主席台 高嘉瑜卻在後頭把玩 陳昀哲的腳笑得好開心 為了監獄人事案藍綠互鬥整整一週 但最令人意外的恐怕還是這一幕 應該是這樣 就是人穿著衣服 這個就是我身體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衣服裡面的任何的部位 你都不可以過來 在未經我同意的狀況底下 跑到我的衣服裡面 來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儘管我衣服裡面有選票 你也不可以做這種動作 這是陳昀哲犯的一個錯誤 大家當然相信說 他要搶的東西是選票 可是選票在人家衣服裡 你就不應該伸手 去人家衣服裡面 撈東西 而且是褲口袋 這個對 林昌左會不會不舒服 一定不舒服 任何一個人都會不舒服 可是回到個人的部分 就剛剛創下有特別提到 因為陳昀哲 他其實一直要選新門縣長 然後他當初 原本國民黨派的楊振武要選 然後所以就要進行一個協調 在那個協調會裡面 陳昀哲就說 如果你今天要讓別人選 而不讓我選的話 那不然你就 國民黨要確保說 那你要提名我去選立委 換 我用縣長跟你換 那當場協調的是好龍斌 你知道嗎 好龍斌跟他協調不下來 說我當然不能交換 這不是戳原子嗎 然後所以就沒有辦法答應他 要不然這個陳昀哲說 不然我要退黨 我要退黨自己選 那在沒有辦法協調下來的狀況底下 好龍斌還動怒呢 好龍斌還敲桌子呢 協調不下來 後來結果陳昀哲 他就自己 這個本來不是國民黨 後來選上了立委之後 還加入了國民黨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個性極委 我要什麼 就一定要要到的那樣子的性格 對 他的性格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他在立法院 我要那張選票 我就要到 我儘管守到人家的褲襠裡面 我也要到一張 這些表現都將成為他 接下來選金門縣長的成績單 都是他的加分 所以所以你夠了啦 你去生褲帶夠了啦 就是你可以達到那個 選縣長的門檻了 所以接下來就不要再侵犯 人家的身體權 陳昀哲那隻手已經出名了 口袋手 之前是夾到手 現在他這隻手要保險 現在是偷逃手 這個叫做多工人用途 對 他當初如果 他當初這叫雙手萬人 他當初如果生到楊正吳的口袋裡 楊正吳就不會選 他如果生到可洛賓的口袋裡 可洛賓就是你來選 我覺得這個事情重點是搶劫 對啦 搶劫 我覺得根本就是 性騷擾不性騷擾 那是比較稍微層次低一點的問題 搶劫人家手上的東西 不管你是為了搶什麼 你搶選票一樣是搶劫 你只是沒有用武器傷害 不過小英 我看小英講得那麼費力 你在看陳昀珍這個事情 比如說剛剛實習有講到 他如果要選金門縣長 有沒有可能 當然機率很好 因為你知道這幾次下來 他的知名度大漲 你知道所有的美光燈現在聚焦在他身上 然後因為他命好他的選區是金門 對 民進黨在金門一下很 而且上一次選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我們黨的 可是不管 因為他爸爸以前是縣長 那個家族還是滿重要的 然後在在金門陳姓中 新會還是一個主要力量 所以你看金門的縣長或立委 其實陳這個姓很容易出頭 陳或李 但是我說為什麼命好 因為你在金門 你如果到其他選區去試試看 那對國民黨來講 你不要高興啊 陳陳一個人搞這種事情 你就換位思考一下 你如果不是民進黨支持者 你也不是國民黨支持者 你如果是剛好在臺中的 這臺中的非藍非綠的人 看到了陳映珍身褲 身到人家褲襠裡面 你會覺得那個對這個政黨 因為陳映珍不管怎麼講 他頭上掛的是國民黨 因為他已經變成第一女武神了 你跟國民黨的連結會越來越深 你國民黨你要花多少力去 在非金門的區域裡面去消除這個印象呢 國民黨不是沒有代價的 因為你看我們說這種意思就是比較負面的評價 大家看陳映珍是把他當娛樂新聞 甚至甚至連娛樂新聞都不知道算不算 就是他在他因為我就講他的命好 你在金門你可以這樣子搞啊 你如果不在金門呢 他他要搶到林張的那個票嘛 所以有一些其實就是還是選票 還是那張票 只是他是現在算給你看 還是兩年後算給你看 他其實這個社會很公平的啦 你反正走過都會留下痕跡 真的陳映珍是英雄嗎 在同文城裡面是啊 可是你出了同文城以後你怎麼辦 你要花還是那句話 對藍綠都適用 對藍綠都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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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是因為玫瑟 對藍綠都適合